看看新闻榜 刘家良成为黄飞鸿的第四代传人 1990年 刘家良与成龙合作推出《最全二》 以明快的故事节奏和动作设计 达到了当时动作片的另一个高峰 2010年 香港电影金像奖 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刘家良 感谢他对电影及动作片做出的贡献 我拍的电影拍了四百多部 当然是KTV开始的 我爸爸 刘站 是洪拳的 他师父 林世荣 林世荣的师父 大家都熟悉的 王飞鸿 我是王飞 我第四代 除了在电影上的成就 刘家良创立的刘家班 还一手栽培了刘家辉 慧英红等五大明星 郑少秋也是他的徒弟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广泛用于影视剧拍摄的吊钢丝 也是刘家良在6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 好